他刚说有公告 请问 请问各位 你们在部落里面有没有开到任何一张公告 有 花莲休旅乡同门村同门部落 4月22号晚间举行第二次部落会议 审议31条部落会议章程 修定案 并选出七大家族 议员跟干部领选 部落内部有一派族人 强调城市不合法离席 但有一派认为 一切都有一兆程序 开会通知单是在开会前的第二天 才拿给我们的 最重要的 他的内容 开会的内容 他还没有经过公告 一定要公告15天 所以他这三点就已经违反程序 所以我只认为我们部落做什么事情 我们都站在合法的程序下进行 甚至是要求我们要做到哪一个 要做的什么样的发文的动作 我们都做 荣树部落会议主席 在惠美强调同门部落会议 荣树部落并没有人参与 不满同门部落误导 但另一方也有话要说 4月22号那天 根本我们荣树没有人参与 结果你们报告说是荣树自行离开 对你们也是没有给我们那些通知书 所以我们完全没有参与 这个就有人在脸书上讲说 我们误导说媒体讲 误导媒体说他是荣树的人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同门部落内部争议不断 但双方仍期待 部落可以理性对话 为部落发展一起努力 我做什么他都说不合法 我做什么他都说不公开 我是到时还是希望村民 我们部落的村民能够团结起来 同门部落六年来 已经召开多次部落会议 相当关心部落发展 但现在部落内部出现对立局面 双方表示其实都不乐见 记得跟着马亚花莲秀林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